法身就是离体 报身就是智慧 化身就是如水中献月一样 那么千江有水千江月 那么现在水中之月叫做化身 那么下面说法身负责 法身如果用两个来解释 一本性清净法身 即众生本源自信天生佛也 二离构妙籍法身 即诸佛所证就近法界离也 所以说法身有两个 一个是众生本源自信天真佛 第二个是离构妙籍 诸佛就近远离一切的污垢烦恼生死之后 他所证得的就近离体 那么这个叫做法身 我们翻过来203页 第一行说 我今如此地中法身满足 所以现在我知道地大的体性 当体都是如来照妙真如性 当体就是法身 所以他这一段有三个 我把它分三个次第 第一个 四大观身 破我之 第二个 四大皆空 破法之 第三个 四大就是法身 四大就是如来清净法身 所以以前的大德说 这个一花一草都是如来的法身 那么地水火风 都是如来的法身 所以像极乐世界一样 我们看到青色清光 我们看到杭树楼网 那么他就是如来法身 那么我们听到这个音声 吹到这个微风 触到这个八宫得水 他也是念佛念法念身 他都是如来法身 所以第三个阶段 就是四大就是法身 所以我今入此地中 法身满足 我现在知道地大 水火风都是平等空 然后现在而且他当体 四大皆空之外 四大当体就是法身 所以正的这个地水火风 如果一认言经说 他就是如来照妙真如性 本如来照常住妙明 不动周远妙真如性 所以就是法身 那么这里法身满足 如果依照前面的说 离体的叫做众生 自信天真佛 大家都有这个 那么如果究竟的是佛所证的 当然菩萨这里的法身满足 应该有两个 一个是本身离体也知道 那么他也能够证得 佛的法身 所以叫做法身满足 然后最后说 舍无故身 毕竟不受四大分断 不敬故身 视为舍品具足 这个叫做舍 所以这个菩萨 这个二地菩萨 他第二个观 这个舍品 视为舍品具足 那么因为注解很简单 就一点点而已 尽管反而比较长 注解只有一行 所以我们就解释一下 再来第三 次官于一切所化众生 与人天乐 实地乐 离十二位乐 得妙花三昧乐 乃至佛乐 如是官者持品具足 所谓慈就是与乐 为慈 拔苦 为悲 所以观慈品就是要与众生乐 所以第三 次官于一切所化众生 所化就是说 菩萨见一切众生 都是他所化的众生 菩萨没有所恨的众生 或者是分别执着的众生 一切众生都是菩萨所化的众生 那么这些众生 与乐 与什么乐 人天乐 人天乐 人呢 我们人有欲望 对不对 我们人必须要生活 要饮食 要医药 要休息 卧聚 那么等等 人间乐 我们都希望 菩萨他希望一切人 都能够饮食充足 无有病苦 对不对 那之我们说 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想要生小孩就有小孩 想要生女儿就有女儿 那么这就是人间乐 天乐 就是能够生欲界天 色界天 五色界天 有的众生希望生天 那么菩萨就想说 我给众生都仁天乐 那么这个叫做 与乐 所以我们这个慈心三昧 就是要观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 众生有七类 当然在菩萨看都是一类 但是我们凡夫看有七种 那其实就是三种 就是冤 亲 跟平常人 就是 跟我们有冤仇的人 跟我们有亲属关系 亲爱关系的人 还有一个也不是亲也不是怨 那么简单就是三种人 如果再把它分 就冤家有分上中下 比如说杀我父母师长的 就是上 冤的 对不对 那么中冤就是杀我子女兄弟姐妹的 就是中冤 那么下就是杀我朋友同学 亲戚的 那么那个冤仇比较没有那么重 那么上亲 就是我们的父母师长 中亲就是我们的子女兄弟 下亲就是亲戚朋友 然后再加上这个普通 这样就有七种 也不是亲人 也不是冤家 那么这一切众生 我们都要给他乐 所以我上次说 我们要关我最恨的 跟我仇恨最深的 当然菩萨没有所谓的仇 也没有所谓的恨 因为菩萨知道说 一切的仇恨都是自己造成的 并不是人家给我们的 因为都有因缘果报 那么如果是都有因缘果报 一切的仇恨 逆境 困难都是自己给的 自己造的 那么我有忏悔 没有怨恨 但是众生 当然有时候不了解这个道理 或者是不能深信这样的道理 所以他就要关 我们就要关说 你最恨的 跟你最麻烦的 你最讨厌的人 你要给他人天乐 你希望他有车子 有房子 衣食祭祖 不要生病 对不对 一切如意 然后天乐 他生天乐 十地乐 就是十地菩萨 希望他能够成圣果 对不对 就是十地菩萨的乐 然后离十二未乐 十二未就是十二夜 后面讲十二夜 那么后面讲十二夜 叫做十二的因 那么以后面来说 菩萨未因 所以菩萨他希望不要造十二夜 对十二夜有所畏惧 那么让他得到远离十二夜的乐 得妙花三昧乐 后面解释 乃是佛乐 乃是他成佛 所以我们要观最讨厌的 最麻烦的 最恨的 你要观想他成佛 那么成佛当然就不是三十二相 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 如是观者食品具足 这样观就是食品具足 那么再来菩萨尔时 就是这个功德 旁边写功德 就是前面修慧品 观世地 再来修舍品 舍世大 正法身 再来修持品 一切众生 给人天乐 乃至佛果的乐 如是观持品具足 然后菩萨尔时 这个就是讲功德 菩萨尔时注释地中 无吃无贪无称 入平等于地制 这个是后面 那我们再翻到209页 倒数第三行 前面说 赤是舍品 舍品很简单 舍世大 何正法身 哪名具足舍品 然后后世持品 再来就是解释这个持品 随众生根性 四地与乐 就是随众生的根性 众生如果喜欢人天乐 那么就给他人天乐 因为有的众生 他来学佛 他不一定要成佛 他只是想说消灾解难而已 那么这样子众生 想要他人天的果报 乐事 所以随众生根性 赤地与乐 就是人天乐开始 必以佛乐为要归 要归就是最重要的归宿 就是说 让众生回到最重要的 就是要成佛 来明具足持品 这样才叫做 具足持品 就是说 观一切众生 都给他人天乐乃至佛乐 当然就随他的根性 再来说 远离食恶味者 210页 愚夫痴狂不畏恶业 愚吃的凡夫 他迷吃 那么他很狂妄 所以他也不怕这个恶业 世间人造恶 是不是很猖狂 那么很愚痴颠倒 根本都不害怕 但是初心菩萨 身为十二 未能究竟原理 初发心的菩萨 他很怕十二 这个旁边写 菩萨为因 就是简单的道理 就是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对不对 众生等到老了 病了 要死的时候 或者逆境挫折 困难 灾难的时候 才会想说 苦啊苦啊 想要离苦 但是菩萨为因 众生为苦 菩萨 他怕造这个因 因为知道造因 会有果报 但是菩萨不怕苦 所以菩萨不怕苦 但是他怕造这个因 所以初心菩萨 身为十二 很害怕 他做十二页 未能究竟原理 所以这个叫做 十二位 十二页的恐怖 那么下面呢 我们等一下再讲 先休息一下 我们看两百一十页 第一行说 离十二位者 渔夫吃狂 不畏恶业 就是说我们持品 就是与众生乐 第一个从人天乐 实地乐 再来离十二位者 渔夫呢 就是渔吃凡夫 渔吃狂妄 不畏恶业 他不怕造恶 初心菩萨身为十恶 初心菩萨 他菩萨为因 所以他很害怕造十二 但是未能究竟远离 二地以无作妙界 顺无染性 永离违犯 得无部位 故城大乐 他的意思就是说 十二页 我们菩萨出发心 虽然想要远离 但是还没有办法 一直要等到二地 二地就是离构地 那么这里呢 以无作妙界 无作就是秤性 叫做无作 秤和本性的这个妙界 顺无染性 无染性就是说 本性本来清净 本性本来没有染污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现在的持戒 二地菩萨的持戒 他是用秤和本性 无染 无执着的这个性 来持戒 所以叫做无作妙界 顺无染性 随顺于这个 我们没有染污的这个本性 永离违犯 得无部位 故城大乐 那么大的二地 他就不会再犯戒 永远离开这个造十二业的事情 得无部位 所以他不会再害怕造业 故城大乐 所以远离十二业 要到二地 菩萨他能够持戒亲近 所以他不会造二 再来妙花三昧者 上善品实善业道 回第一最妙庄严 这是菩萨庄严 就是福慧庄严 那么最上善品的实善业道 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云不妄语 不恶口两舌其语 不贪嗔痴 最上最上的 叫做第一最妙庄严 叫做妙花三昧乐 那么就表示说 他的这个实善业到最亲近 最上 那么这个叫做 磁品 第三个 节显得用 节显得用 我们再翻到这个203页 前面的经文 203页 经文的第五行 说如是观者 持品 具足 持就是娱乐 给人天乐 乃至佛乐 菩萨尔时 注视地中 无吃 无贪 无称 入平等 一地 自 一切行本 由佛一切世界 现化 无量法身 如一切众生 天花品说 那么这个是讲他的功德座用 功德庙用 菩萨尔时 注视地中 就是菩萨 如果住在这个恶地 恶地 心静明达 一切善根 什么善根 就是 慈悲 喜舍 慧 慈品 蛇品 还有慧品 有五个 那么那个时候 在这个恶地当中 无吃 无贪 无称 入平等 一地 自 入于这个平等 一地 一地 就是第一地 自 就是 一心三智 然后 一切行本 这个是一切行的根本 然后 由佛一切世界 这个时候 菩萨就能够 到佛的一切世界 现化 无量法身 就是现化 无量法身 那么 依照后面解释说 现化应该是化身 可是他这里说 化身当体就是法身 所以说 现化 无量法身 虽然现无量的法身 但是当体就是法身 如一切众生天花品说 这是一个品 那么 我们在这里是略说 在一切众生天花品是广说 那么这可能就是 泛网经的其他的品 那么我们现在翻注解 210月 第四行下面 说 节显得用者 慧品具足固无吃 舍品具足固无贪 食品具足固无撑 慧品具足就是我们修 苦极灭道 观四地 能够观四地 能够观四地有智慧具足 所以叫做无吃 那么 蛇品就是不贪四大 厌离四大 然后心求法身 所以他蛇品具足就没有贪 没有贪四大色身 三界生死 那么 慈品具足固无撑 慈就是娱乐 不管是怎样的众生 我们都希望他能得到 人天乐乃至佛乐 所以就不会称恨众生 所以我们说 多称众生 慈悲观 如果我们有慈悲的话 就不会称恨众生 所以慈品具足固无撑 所以菩萨那个时候 就无吃无贪无撑 下面说 无吃即剥热的 无贪即法身的 无撑即解脱的 三得即是三地 三地即是平等一地 平等一地即是一心三智 说无吃就是剥热的 剥热就是剥热智慧 如果我们无吃就能得到剥热的 无贪 不贪色身当然就满足法身 叫做法身的 前面说不是说吗 不再贪着色身 那么法身满足 所以无贪就是法身的 不贪四大假和的色身 无撑就是解脱的 不会称恨就不会烦恼了 那么这个叫做解脱的 解脱这个烦恼 所以这个是无贪无撑无吃 三得即是三地 法身剥热解脱三得 就是真地 俗地 宗地 无吃剥热的旁边写真地 无贪即法身的 宗地 无撑即解脱的 就是俗地 所以三得就是三地 三地就是平等一地 平等地一地 平等一地就是三地 不是三地 实际上三就是一 一就是三 就是说我们佛所正德的涅槃 有三得 实际上就是平等的第一地 平等第一地 从它的德用来说 分三个 但是三不要把它认为它就是三个 三个就是一个 那么一个就是三个 所以一及三三及一 所以叫做三地就是平等一地 也就是说 诸佛所正的真理只有一个 那么给它分别它的作用 就是说法身的 剥热的 解脱的 实际上就是一地 三地就是一地 那么平等一地即是一心三治 一心三治就是一切治 道总治 一切总治 那么所以一地就是一致 那么所以一地就是一致 下面说一切行本 就是要解释说 又无痴即入一切空行 无贪即入一切中道行 无称即入一切有行 无痴旁边写会 会有智慧 所以它就能够入一切空行 不管入一切处都知道是空 意思说菩萨在三界中度化众生 虽然有度化众生无量无边 但是没有我像人像 它知道都是空 所以因为它无痴 所以入一切空行 无贪旁边写舍 就是前面说舍 舍就是平等 即入一切中道行 中道行就是无贪 就是舍 无称即入一切有行 无称旁边写持 持就是一切有行 一切呢 慈悲度化众生的事业 叫做有 无称呢 所以能够入于一切度化众生的事业 你说菩萨度众生 没有称恨众生 当然也没有执着众生 无贪无称无支 那么下面说三行为万行本 所以这个三行呢 空行 中道行 有行 就是一切万行的根本 以此 智行二种庄严 智 跟行 智就是三智 这里行就是三种行 那么两种庄严便能遍由佛界 遍现化身 能够遍由十方佛的世界 然后呢 周遍来四线化身 一一化身 即报即法 三身一体不可思议 一一的化身 当体就是报身 当体即是法身 那么三身一体不可思议 三身呢 法身 报身 即化身呢 三身本来是一身 所以一体呢 这个不可思议 那么 结论说 如一切众身 天花品 说 节列直广 节列就是说 我们这里 总结简略来说 如果要广明 这个二地菩萨呢 就要看 一切众身 天花品 这个叫做直广 再来呢 心三光明地 菩萨的这个第三地 叫做光明地 经文也蛮长 但是没有刚才那么长 我们念一遍 说 若佛子 菩提萨多 光明体性地 以三昧结了智 知三世一切佛法门 十二法品 名畏惧 从诵 纪别 直语 纪 不请说 律界 毕欲 佛界 习是 方正 未曾有 谈说 是法体性 明一切一别 是明畏惧中 说一切有违法 纷纷受身 出入四胎 四大增长 色心 明六处 于根中起实觉 为别苦乐明 处事 又觉苦乐事 明三寿 连连绝 着寿无穷 这个 着就是执着的意思 连连绝 着寿无穷 以欲我见戒取 善恶有 四出名声 四中名实 212页 是食品 现在 苦因缘果 官室 形象中大 活久与离 故 无自体性 入光明神通 种子变才 心心行空 而十方佛土中 现 节化转化 百节 千节国土中 养神通 礼敬佛前 知受法言 复献六道生 一阴中说 无量法品 而众生 各自 纷纷得闻 心所欲知法 苦空无常无我 一地之阴 国土不同 身心别化 自妙花光明地中 略开一毛头去 如法品 解观 法门 千三昧 品桌 那么我们现在先简单 给它分一下 因为后面也没有分段 所以我简单把它分段 说 若佛指菩提萨舵 光明体性地 这个是名称 那么它的名称叫做 菩提萨舵 光明体性地 就是菩萨光明体性地 那么这是标明 那么下面 以三昧 结了至 知三世 一切佛法门 那么这个 我把它归成 总标 就是先总标 它的功德 菩萨的功德 就是以三昧 结了至 它能够了知 三世 一切佛的法门 这个是总标 下面呢 就祥事 祥事 我把它分三段 它说十二法品 名位聚 十二法品 就是十二部经 我们说三藏十二部 这个就是讲十二部经 那么这个 我把它归类成叫做文教 听文教法 所以就文教 第一个 乌萨他要了知 三世 一切佛的法门 第一个要文教 我们说文师修 第一个要文教 文什么教 就是十二部经 十二法品 名位聚 那么依照后面 这个位就是文 就是我们说 名聚文 然后从诵 纪别 下面就是解释十二部经 从诵 纪别 就是授记 那么 子语 就是我们说 长行 长行文 纪就是 孤启送 不请说 就是无问自说 律戒 就是因缘 然后碧玉 佛戒 佛戒就是本身 就是讲佛过去身 行菩萨道的事情 习事 就是本事 本事 就是讲佛跟弟子 他们过去的事情 然后方正 方正就是方广 那就是大圣 未曾有 就是西游法 然后谈说 就是论意 那么这里就是 我们说 长行 从诵 并授记 这个十二部经 后面再解释 然后 是法 体性 名 一切 意别 所以到这里 就叫做文教 文教就是 听文 三藏十二部 然后知道 它这个法的体性 名字 还有它一切的意 的差别 然后 是名位 句中 这边呢 我把它归成叫做 观法 文教之后 就要观这个法 观什么法呢 是名位 句就是三藏十二部的 文字啊 名言 句子当中呢 它说 一切有为法 纷纷受身 就是说 一切有为的众身 它虽然有差别 但是它们受身 都是下面的这种状态 所以 是名位 句中 我就把它归成 叫做观法 三藏十二部 开始之后 我们就要观 一切有为 一切众身 都是这样子受身的 怎么受身呢 出入世胎 简单这里 就是要讲十二因缘 但是它讲十支的因缘而已 无名 行 没有讲 就讲现在世的 出入世胎 这个就是世 就是一切经典 告诉我们 这个生死之法 就是十二缘起 那么我们呢 每一个众身 出入世胎 这个叫做世 世大增长色心 明六柱 一照外面解释 就是说 明色 跟六路 于根中起时觉 为别苦乐 明处世 这个就是处 这个处画起来 这里就是讲处 那么又觉苦乐 是明三寿 是明三寿 这个是寿 如果我们记得十二因缘就是 无明缘形 行缘四 四缘明色 明色缘六路 六路缘处 处缘寿 所以又觉苦乐 是明三寿 三寿就是苦啊 热啊 苦寿啊 热寿跟舍寿 然后连连觉着寿无穷 连连就是相续不断 去执着这个寿 无穷 在旁边写爱 因为有寿所以有执着 着就是爱 着就是爱 然后以欲我见戒取呢 叫做取 这个就是取 然后善恶 就是有 然后四出明生 四中明死 然后就是生 跟死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关 前面听十二部经之后要关 这个事情 那么212页 四食品 现在 古因缘果 这个食品呢 四明色 六路 促寿爱取有 生 跟死 这个是现在的苦因 苦缘 苦果 然后到这里呢 我把它归成观四 四项上面是这样的 四肢 下面就观礼 前面观法 有观四跟观礼 说观四形象中道 要观这个十种缘起的中道 我久以离 固无自体性 那么我们观这个十支的缘起呢 它的当体就是中道 就是中道 然后我久以离 固无自体性 这个我久以离呢 这个我第一个就是说菩萨 菩萨 菩萨他已经远离这种生死了 固无自体性 那么这个是第一种 我就是讲菩萨 菩萨他没有这种十二因缘 轮回生死苦 第二个呢 也可以说这个我就是我直啦 我们认为有我 实际上呢 在这十二因缘里面实际上是没有我 没有我 所以这个说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认为有我的这种说法呢 认为有我的这种论点呢 是不可得的 所以十二因缘里面没有我 所以第二个说我久以离呢 是讲说这个我 我像 固无自体性 到这边呢 第一个就是文法 文教 第二个是观法 再来入光明神通 这下面呢 就是功德 就是文教 然后呢 观法 然后就功德 那么 如果我们用文师修 到这里呢 就是他的正 对不对 他的功德 菩萨呢 他能够文师 然后观照之后呢 现在正得什么呢 入光明神通 总持变才 他得到这个神通 跟这个变才 然后下面 心心行空 旁边写 光明神通 这个是讲他的光明神通 说心心行空 而十方佛土中 现结化转化 百节千节国土中养神通 这里是光明神通 然后礼敬佛前 在旁边写 总持变才 总持变才 总持一切佛法 所以他 这个菩萨呢 这个时候他礼敬佛前 资受法言 资受佛所开示的教法 这个叫做 总持 总持就是 总持一切的佛法 所以礼敬佛前 资受法言 就是讲总持 那么下面就是变才 说负现六道身 一阴中说五量法品 现身在六道 以一个阴身 可以说五量的佛法 品类 而众生各自 纷纷得吻心所预知法 那么以一阴呢 说五量法 每一个众生各自 各个呢 纷纷得到呢 他心里面所欲 希望呢 得到的法 所以每一个众生都得到 他希望听到的法 什么法呢 苦空无常无我 即呢 一地之音 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呢 一地之音就是总说啦 就是他听到什么法 听到二圣的苦空无常无我 或者呢 是第一地的 佛法的第一地的 所以有的人听到 身文法 人听到佛法 所以苦空无常无我 还有第一地的音 活土不同 身心别化